本来也认为说就是肉毒感觉 一检验赫然发现 真的是有高剂量的恶率预存 保龄中毒风暴 真的是果条本身出问题吗 果条制造商就在新北 除了保龄之外 果条还卖给三家中盘商 四家餐饮场所和十家零售商 新北启动抽烟调查 要求回收下价 但是东西早已就卖出 若是果条本身出了问题 其他间有没有中毒通报 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个案实现 若是果条本身出了问题 为何目前其他店家通通没事 保龄五天之内有40人吃了果条 为何不是多数人都有中毒症状 因此有人怀疑 是不是有人刻意下毒 没有排除 朝着各种可能性在进一步的侦查 过去南投曾发生 农民集体中毒的四死命案 当时也以为是猪肉里的肉毒感菌 造成食物中毒 没有想到竟然是情杀案 因为凶手不满 前女友嫁人 把催崖剂掺入米酒当中 导致四人身亡 喝酒 然后吃猪肉 真的找到肉毒感菌 本来也认为说就是这样 就得到一个食安产生的问题 而导致四人的死亡 可是问题它的症状 而且速度太快了 一检验赫然发现 真的是有高剂量的催崖剂 它在米酒之中 它做了一个600cc 然后加了100cc的 恶律语存的米酒 如今到底要怎么分辨 是食物中毒还是被下毒 专家说必须透过解剖 看肝肾组织 是否有毒药物反应 才能进一步判断 抽它的心脏血 另外在尿液 要了解它的代谢路径 以及代谢之后产生的东西 才能往回推 全台首例吃果条 不致身亡 是食物中毒还是被下毒 各界都在等一个真相 我们在从其中这个一个解剖的检体以后 那在血液里面我们有验出米酵菌酸 第一名死者 女性男子 解剖后发现 他有全身弥漫性血管内 凝血不全 在内脏组织跟胃部检体 都检出了米酵菌酸 虽然过去在东南亚 有酱料在发酵过程 遭污染产生米酵菌酸 但这却是在台湾首度验出 胃腹部接下来 也将针对医院住院检体 还有果条 供应等食材 全面扩大检验 目前推测恐怕是某一批食材有污染 也有可能已经完全被吞下肚 而这到底是谁烹煮的 涉案厨师也有突破性的进展 带回保龄茶室S3餐厅的代班厨师 胡卯 其代理原本周姓厨师 于上述了一个餐厅烹煮食物 是不是有食材上的蔬食呢 看这个果条保护有没有问题 25岁胡姓厨师 他是越南人 原本在保龄北车围风店任职 因为店面整修 18到26号 前往新义A13支援 原本的检警约谈的周姓厨师 案发时 出国根本不在 找胡姓厨师代班 想不到就出了人命 现在胡姓厨师 除了被医食案法及过失致死 移送北检附训 也将他限制出境出海 要查清楚是不是烹调环节出了问题 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第一时间选择报案 请检察官来商验 就是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 死者家属 只想要真相 法医28号抵达板兵 对两名死者 解剖香烟 而北市法务局 28号傍晚 找来当事业者 与保险业者等单位开会 保龄创办人李仿轩 抵达现场 面对记者追问 全程不发一语 保龄查试被爆出 相关则任险 早在去年10月这道期 由于未缴费 保单全失效 受害民众 恐难拿到赔偿 重大食安事件 全台人心惶惶 现在抽丝剥茧 要查出漏洞在哪